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叫金南 现在工作于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 是海洋病危物种研究课题组的一位成员 明天我们又要出海去找海豚啦 好了 我们准备要出发了 今天天气还不错 我看看运气怎么样 能不能看到我们的老朋友大白 期待一下吧 中华白海豚主要生活在金岸河口水域 是金岸海洋生态系统中的旗舰种 也是我国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现在已经十分珍惜了 已经开始出发了 海豚就在写你 有点烧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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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冒了一下 然后现在我们要找一下 看看他们在哪里 像海豚就在那边 有挺多头的 有点烧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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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晓得烧热 现在都拍头 刚才那个是受伤的那一头 大白 厦门湾有一头年龄比较大的雌性白海豚 大家都叫它大白 它的背上有一道很深的伤痕 我们经常能见到它 现在它还带了一个娃 现在海豚们都会合了 刚才看到了两群 前面就是厦门的鼓浪雨了 他们离鼓浪雨很近 这里是我们厦门白海豚的 冲锁的一个主要区域 离岸很近 离人很近 所以他们的生活还是受威胁挺大的 我们日常工作就是要在船上去找到他们 然后给他们拍照 然后做一下记录 回去以后我们会分析照片 看看他们谁是谁 平时有时候会从厨师的视角 来拍一拍海豚 然后看一下他们的行为 然后还会有一个平拍的一个视角 也是做一些视频的记录 他们有时候会主动靠近我们 在船边探出头 好像在审视我们 现在海豚就在我们周围活动 他们不是很怕我们的船 能比较熟悉了吧 虽然名字叫白海豚 但他们并不是从小到大都是白色的 幼年的中华白海豚身体呈深灰色 所以年龄的增长 体色会逐渐变浅 并不有深色的斑点或斑块 年龄再大些 慢点会慢慢的变少 部分的中老年个体会变成纯白色 运动后会随皮下血管扩张而呈现粉色 就像我们人类的红颜袋一样 所以有些人也会叫他们粉红海豚 今天野外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现在我们要回到办公室 来看一看数据踩得怎么样 看到你们今天又看到大白了 对啊 今天他又来了 今天他带他的娃 厦门是全世界为数不多 在城区就可以看到中华白海豚的地方 而厦门的白海豚 是一个种群数量只有几十头的小种群 种群持续性较低 也极易受到难以逆反的负面影响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了 希望大家能多多关注海洋生物 多多关注中华白海豚 保护好我们的环境 才能让他们在我们的身边生活得更自在